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这番棋是5月29号进行的LG杯的比赛 由黑方赵成宇对战白方朴剑号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都是一些常规的定型 白棋在右边连续挂脚 把黑棋的大模样打散 然后在左上方走了一个定势 黑棋力二拆三 之后白棋碰一个 这一手棋看上去还是非常秀 不过黑棋倒也不怕 简单联络 然后在上方违控 黑棋的实地也非常多 而且多了这两手棋交换之后 以后上方打入之类的手段就不存在了 白棋现在外面也不厚 AI的建议是白棋直接往三路靠住 把脚上这块棋安定 这样的话白棋贴住 以后还可以往左边联络 实战白棋手脚 然后黑棋逼住 白棋二间地夹 黑棋二路大飞掏空 白棋也没有选择在脚上补 直接跨断 跨断的话 黑棋长一个冲先手 再往三三跳 这样白棋就只能补断了 外面还有断点 那形成这个变化 白棋只能选择把左边这三颗子弃掉 弃掉这三颗子的话 首先白棋的木属肯定是不便宜 不过白棋也能下 因为在周围这一带还有些搜刮 实战白棋先往路点 这个时候黑棋就不能往上冲了 不然的话白棋左边冲断已经出棋了 所以说黑棋只能双一个 白棋连回还是先手 黑棋左边收棋 接下来白棋往三路点 这手棋一方面是掏空 还有就是黑棋压一个白棋二路斑 白棋也就活了 不过对于黑棋来讲 这两颗子也比较轻 完全可以弃掉 实战黑棋尖顶 然后虎下来 在右上角为空 白棋拆边 黑棋挂角 之后双方在左下方定型 白棋往上长一个 吃住这两颗子 同时威胁黑棋的断点 黑棋虎一个补断 那这个地方白棋往上方散路飞 是价值非常大的一手棋 还可以把黑棋分断 不过左边这两颗子就危险了 以后被黑棋震过来的话 可能会被黑棋包住 所以说白棋先跳出 黑棋往下飞 黑棋左下角这个棋形 左边是个大跳 旁边是个小飞 看上去有些担保 不过白棋也没有特别严厉的手段 白棋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碰 碰完之后像这一类的斑断 把黑棋分开 不过黑棋也不怕 因为黑棋往这儿靠住也是先手 靠完之后挡住 白棋搬以后黑棋这个挤也是先手 旁边还有断打 所以说联络暂时没有问题 如果说白棋长的话 那黑棋往回联络 白棋贴住 黑棋可以断完之后 弃掉这两颗子 紧住白棋起 白棋沾 黑棋就往脚上拐住 这里可以反吃白棋 白棋贴下来的话 黑棋往右边冲断 白棋两边起都紧 所以说这个立方黑棋倒也暂时不怕 实战白棋往右边尖冲 压缩黑棋的空 黑棋跳瓷 这里一方面是把这里的联络巩固 还有就是把白棋走中 那对于白棋来讲 这手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白棋可以先往右下方飞 本身就破坏黑棋下方的空 然后黑棋脚上做活的话 白棋外面也就全部包扎住了 可以发展右边的大模样 左边这里黑棋冲断的话 后手吃这颗子 以后白棋往左边要路搬沾 在收关的时候还有些搜刮 白棋也能接受 实战白棋还是补断 那黑棋靠压 这样的话黑棋就安定了 而且靠压完之后 点33这里还有一通搜刮 这个斑完之后爬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接下来黑棋贴住 把白棋包进去 白棋冲黑棋顶 白棋刺 然后在外面点刺 这个都是白棋的先手 那接下来白棋脚上还要继续补 实战白棋断打的话就不太好了 这个地方不如直接提掉 这样白棋活干净了 断打的话 以后黑棋收关的时候还有这个翻打 提掉就渡过 白棋的木属并不便宜 可能白棋是想瞄着上方这个冲断的问题 但是黑棋现在也暂时不用补 实战黑棋往右边冲 把白棋分断 这里白棋贴下去的话 虽然说也可以掏空 但是考虑到左边这块棋 白棋也没有安定 黑棋往中间这一带走棋 很容易形成缠绕攻击 所以说白棋还是先在脚上定型 然后再往中间飞 寻求联络 黑棋虎一个 这样的话 左边这里的冲断也就补掉了 上方还有冲断 接下来黑棋在这围 当然黑棋这块空也没有完全围住 以后白棋如果说掏空的话 可以往三路飞 黑棋冲 白棋二路点先手 脚上这颗子要爬回 黑棋虎一个 那白棋往左边顶 二路搬过 或者说上方沾 连回 白棋肯定能走到一个 不过这样下的话 就算黑棋沾 外面黑棋就走得非常厚 以后中间这个冲断就更为严厉了 以后在这里定型 白棋除了掏空之外 也可以往这儿靠压 把外面继续走后 所以说白棋想要看情况 决定这里如何定型 实战白棋往上飞 先把黑棋分段 然后黑棋直接冲断 白棋跳出 黑棋成 之后白棋下方这一块 暂时不用担心 左边肯定要先出头 白棋大跳 黑棋直接冲断 虽然说黑棋上面这三颗子 被白棋断开了 不过白棋外面的包围圈 还是非常薄 黑棋冲的话 如果说白棋搬出 也是各种断点 接下来白棋往中间跳 想要形成缠绕攻击 因为黑棋中间这两颗子也不活 那黑棋现在全盘的实控 还是比较领先的 所以说也有比较简明的下法 就是打吃上方这两颗子 这样的话 白棋在中间补 黑棋可以回到右边打入 这样也是黑棋优势 实战黑棋还是继续跑 那白棋靠牙 这样的话 黑棋下方的空也就全部围住了 之后白棋往右边虎一个 这手棋也并不是很好 白棋这个地方 还是应该跑出上方这两颗子 这样的话 黑棋只能往左边联络 然后白棋再往右边定型 这样的话 白棋能收获的目数更多 实战白棋直接虎一个 那黑棋往左边冲 再往上冲 白棋虎一个黑棋斑 白棋这里还是有一定的保卫 想要分段黑棋的话 就更加困难 之后白棋点刺 黑棋冲完之后断 先把上方这个断点 先手补掉 白棋打吃 黑棋往中间点刺 反攻白棋这一块 接下来白棋左边提 先手黑棋补断 白棋贴住 然后黑棋往这碰一个 这手棋也是想要分段 白棋脚上这一块 白棋扳黑棋长 接下来白棋选择穿向眼 这个地方白棋也很难下 首先立下去的话 脚上这一块还是会被断开 AI的建议是白棋提 提的话黑棋往上断 关键是白棋二路爬完之后 往三路点 有这种手段 粘的话这里断打 然后吃住下方这一颗子 粘在这的话白棋以后可以粘 把黑棋的空打穿 实战白棋穿向眼 黑棋现在右边做活 白棋扳黑棋外面冲 这样的话白棋包围圈断点非常多 也挡不住了 接下来白棋冲 黑棋断打完之后再冲出来 白棋往下方点 这个时候点过来黑棋不怕 因为右边没有提掉这颗子 黑棋的气就松出来了 白棋再冲断的话 黑棋上方断打 再打吃这两颗子 这里的空也都能围得住 而且白棋脚上还不活 所以说接下来白棋打吃 先联络 然后断吃这颗子 不过这一地方白棋已经不太行了 黑棋反打完之后贴住 刚好可以把白棋这三颗子吃通 跑肯定是跑不掉了 黑棋贴住 这样吃形成倒扑 那黑棋也就活起了 因为白棋往上路打搜根的话 黑棋往中间挖一个 首先黑棋还可以往上出头 而且黑棋右边挡住 白棋补断 黑棋以后往二路跳 也可以作严 所以说黑棋这里也就不用担心了 白棋右边这一块还要继续活棋 一路搬毡作严 黑棋在补棋之前 先往上靠下去 白棋如果说冲的话 黑棋断完之后还可以二路爬 所以说白棋夹一个 黑棋再往上搬 这里也是同样的道理 白棋断 黑棋爬回 所以说白棋只有二路夹 这样的话以后 黑棋左边和右边连续沾 都是先手 白棋这里的目数也就非常有限 接下来黑棋右边补断 白棋打出完之后连回 黑棋上方沾 白棋先往一路搬 收气 黑棋沾 白棋度过 接下来黑棋在右边虎一个补断 白棋挤一个 黑棋刺 这个时候白棋的控是不太够的 接下来白棋在右边爬 黑棋继续在左边掏空 同时威胁白棋的掩位 白棋原地做活 上方二路爬 然后再往右边夹 现在白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中间这一带能够出棋 之后白棋打 黑棋站 白棋往上跳一个 黑棋右边这块还没有完全活 但是白棋跳出的话 黑棋往中间冲完之后 再一沾 白棋沾上 这里白棋弃井 接下来黑棋直接挖完之后打 然后再打吃 这里就形成一个结针 白棋先打 然后往下方回一个 直接尝出来的话 黑棋也不怕 因为黑棋提结的话 这个结对于白棋来说非常重 接下来黑棋一手棋就可以提通中间这五颗子 所以说白棋肯定要沾 黑棋可以往上方联络 这里不仅是黑棋联络的问题 而且白棋上方这一块的联络也会出现问题 白棋靠断的话 这里黑棋扳再一冲 白棋两边都要被断吃 实战白棋先往下方虎 然后黑棋也没有补 直接提结 白棋沾上 白棋如果说穿下来的话 威胁不到黑棋左下方大龙 因为左边二路脊 这块棋就可以连回了 至于中间这里的结针 白棋再提过来 黑棋大不了就往上打吃 白棋接不归 黑棋还是可以全部联络 左边白棋沾 长一个黑棋沾 扳的话冲 这里也断不掉 断的话吃通这颗子 所以说黑棋都能防得住 最多也就是下方损失一些木树 不过白棋的空还是不太够 实战白棋沾 黑棋把下方补好 白棋再往上尝 刚才我们说到 如果说白棋跨断的话 黑棋扳 这里白棋的联络 反而会出现问题 实战白棋就提结 那黑棋联络 白棋往上虎一个先手 再把这个结粘住 这样的话 黑棋断吃这颗子 后续简单收关的话 已经没有任何变数了 黑棋现在左下方翻打 白棋还要补 然后黑棋再往上方收空 之后白棋往右上一路立 黑棋点完之后 这里扑是为了景气 这样的话 黑棋可以先手打持 把角控全部围牢 然后再往下方路立 那最终走到黑棋 往二路沾的时候 白棋就认输了 这个时候白棋的空 肯定是不够 那这盘棋可以说是 黑棋完胜的一局 从左边两个脚上的定型之后 白棋这个实控 一直不乐观 之后虽然说 白棋在右边这一带 寻找机会 但是黑棋分别做活 并且把下方的空围住之后 那白棋就彻底 没有翻盘的机会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